不知道一個臺妹跟我說 I'm from Taiwan No Chinese 然後我就對了太絕 I'm still Chinese Hello大家好 我是八九 今天凌晨小紅書上 有一名愛國留學生 叫做星辰日記 他的IP位置在英國 但是他的座標標籤在波蘭 就是這樣的一個粉紅 分享他前幾天 在英國的澳車市大學 首師臺妹 結果被網友噴爆 連自己中國網友都在噴爆他 結果他馬上三文處理 但暖心的是 網友已經截圖下來了 真的蠻搞笑的 帶大家來讀一下他這篇 首師臺妹的貼文哦 澳車斯曼大學 乘客 首師臺妹 版被教授點名批評 我去大學乘客的時候 就在最後一排邊上的位置 有一個懶著黃色頭髮 化很重眼影的小姐姐 有點遲到 因為前排做得比較滿 他很禮貌的跟我說 不好意思啊 你可以讓我進去嗎 我回答了可以 然後他就坐到了 白人小姐姐的旁邊 看他的妝容 以為是生在英國的中國人 但是口音又非常的忠實 不像是在英國長大的華人 我實在非常好奇 因為在英國的中國人之間 一般不會講英文 這是一個潛規則 如果你和中國人在海外拼英文 會被認為很裝 大家回去看這個星辰日記的粉紅啊 他有些發的影片也是英文跟中文混在一起 很裝你在說誰 因為好奇我就問了 不好意思啊 你是中國人嗎 他回答了 不 我是從台灣來的 頓時我都愣住了 懵了 因為首次遇到這種狀況 一個持有中式發音 黃皮膚攬著黃頭髮 畫著白人妝容的 跟我說我不是中國人 我僵了一下 調整情緒回他一句說 那一樣你還是中國人啊 他有點冷冷的回我說 我不想跟你講話囉 課堂上的老師 發現了這個趁客的同學在講話 很大聲的跟他說 Are you down? 我一開始沒反應過來 是在和我說 然後他又看著我 挺大聲的說了一句 Are you down? 所有人都轉頭看我 非常不好意思的說yes 確實上課說話 會影響老師講課的思路 很不應該 英國老師當眾點評學生 算是很嚴重的警告 不知道大家在海外 有沒有遇過類似的事情 是怎麼處理的 你管人家什麼皮膚啊 綠皮膚、藍皮膚、紅皮膚 你管他什麼皮膚啊 人家自我能不能管你屁事啊 去蹭課就算了 還不尊重老師 被嗆爆 還敢說你首思台妹 我怎麼看著是你被首思啊 然後你自己 還下架了這個文章 我跟你各位台灣人說 以後在外面遇到這種粉紅 他只要當你的面扯什麼 怎麼兩岸一家親 都是中國人啊 Chinese之類的 我們兩可的話 這個中國是哪一個中國 全民他不說出來 那我可能也覺得是中非共和國啊 像非洲有兩個剛果 一個叫做剛果 一個叫做剛果民主共和國 兩個的英文都叫 Republic剛果 另外一個多了一些 Republic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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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果 不是一樣嗎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所以這兩個國家是同一個國家 大家都是剛果人 一綱各表 遇到這種你只要問他 你說的China跟Chinese 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全民說出來 不要模擬兩可 說出來全民 國旗是青天旗還是五星旗 這個時候 我敢跟你賭95% 他會跟你說五星旗 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我是繼續打醬油 模擬兩可 這個時候啊 你就秀出你的護照 五星旗啊 天安門啊 香港這邊是天安門啊 我們這個是天安門啊 你眼睛瞎啦 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這樣子是不是啊 你就說我的護照上面還有一個台灣啊 所以你是北京的是不是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拿出來給我看啊 傷害護照拿出來給我看啊 不然這樣啦 我們現在就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明天啦 我們一起非美國 非日本或是非歐洲 看看我們是不是同一個國家的人 啊不好意思忘了 你們要排隊面試簽證 還要財產證明 還沒有自動通關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忘了 不要說我拿個護照找優越感 誰叫你要說我跟你是同一個國家的人 我們的撤僑專機 不是撤離了台灣人去羅馬嗎 在以色列的台灣人啊 以及家屬共機137人 88位是我國僑民 另外49位是以色列的親屬 那裡面只有9個台灣人 志願撤僑 剩下的自主決定跟家人待在以色列 最後撤離了16人 裡面有9名台灣人 以及瓜地馬拉僑民6位 跟巴拉圭僑民1位 那這兩個國家是我們的邦交國 所以也幫助撤僑 結果在撤僑前啊 有35位持中國護照的中國人 啊 也想一起搭飛機撤僑 因為中共至今還沒撤僑對吧 結果搭我國專機撤僑啊 要提供護照哦 要提供你們的珠紅色護照 結果這35位中國人就 disappear了 不知道是怕被中共秋後 還是認為台灣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同一個國家 所以我不需要護照 生氣了 我不搭了 如果是後者的話 我只能說台灣人 台灣政府收起你的良善跟爛好人啦 人家搭你的飛機 還會說啊 這是中國台灣台灣同胞的飛機啊 中華人民共有個五星紅旗啊 台灣人不用這樣作賤自己 好不好去討好別人 但假使是前者的話 那就是中共的問題啦 你說所謂的兩岸一家親 都是同一個國家的 那台灣專機也是中共國專機對吧 幹嘛秋後呢 結果更暖心的來了 這個叫做新陳日記的愛國留學生啊 事後拍影片痛罵 他手撕台媚的故事 帶大家來點評一下 槍田去曼大蹭客 遇到一個台妹跟我說 I'm from Taiwan I'm not Chinese 然後我就嘴了海拒 I'm still Chinese 然後後台就接到 特網友的評論 或者說評論區 說我不尊重 我不尊重人家的政治立場 那我想告訴你 他們的政治立場怎麼尊重 I'm from Taiwan I'm not Chinese 我再怎麼尊重這種政治立場 那我相信 你尊重政治立場 那你是不是 如果他說 I'm from Taiwan I'm not Chinese 你是不是要跟他說 I'm so accident 我之前有遇到英國的教授 我拿了一個地圖 然後發現這個地圖 我發現西藏的怎麼是 沒有在一起你知道嗎 然後我立馬就放下筷子走了 這是我的底線 我再說一遍 我沒有辦法接觸這樣的政治立場 然後還有人私信我說 我被ringwashing了 不亂了 一個美國人 澳洲人 紐西蘭人 加拿大人 跟英國說 我是美國人 我是加拿大人 我是澳洲人 英國人會說什麼 不會說什麼 你的事啊 光我屁事啊 幹嘛講出來 你認同你是哪個國家 你是哪個國家 在幹嘛 在幹嘛 你只要不要去改變人家就好了 你在幹嘛 基本的尊重在中國看不到 是不是中國人與你有什麼關係 你會多賺錢嗎 你會少賺錢嗎 你不會啊 這是你自己心裡玻璃心的問題 就真的很簡單的一個行為 你就買這張機票飛台灣 就很簡單 你去看行政機關 有沒有五星期就好了 你一來到台灣桃園機場外面 機場的那個青天期是什麼 這樣不就說明了一切嗎 你中共從來沒統治台灣一秒鐘 這需要說嗎 你自己也知道 有什麼好問的 再來就連香港都有中央 香港工作委員會書記 這個人叫做鄭彥雄 請問台灣省委書記 或者是中央台灣工作委員會書記 是誰呢 說出來啊 叫什麼名字 說嘛 平時他們在台灣哪個地方辦公 在哪開會 辦公室在哪 說出來 所以就搞笑嘛 我認為我們台灣人真的 不配當中國人啊 破破拉拉的地方人又不好 對吧 人均才三萬三 怎麼配跟一萬三的祖國統一呢 你為什麼想讓我們去跟這麼高檔次的人統一呢 我第一次聽到喜歡被蹭的 我都不想蹭了 你還讓我們兩千三百去貼金 臉上去貼金 貼你中國的金 笑死 而且最搞笑的一點就是 他自己其中這篇貼文啊 在講簽證被歐盟拒簽的故事 帶大家來看一下 他在罵那個自己中國人簽證被拒簽 然後上網抱怨的人 我材料其實全計票都買了 為什麼生跟簽證被拒簽 簽證官你別搞我的心態呀 蛤 這種感覺就好比一個男的 看上了一個妹子表白後被拒絕了怒火中招 心裡想我就是這個顏值 收入車房票子朋友圈人設 一樣不差 就你還敢拒絕我 其實簽證官也沒冤枉 妹子也不傻 因為你套用某版 諸如此類的 你在生活中邏輯就很正常耶 對吧 你剛剛前面說守思台妹 逼迫台灣人認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你這不就是一個男的 看上了一個妹子 表白後被拒絕 因為我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我不要跟你當一家人 怒火中招 心想我就這個大國風範 我就這個高樓大 傻 我就這個吹牛逼的人均 島嶺上面人人月入過千萬 你就這樣還敢拒絕我 我二十歲就當了霸道總裁 不是一樣的道理嗎 你在這裡就正常了耶 你也知道這樣是一些很噁心的事 你身為有一個強大的祖國嗎 強大的中共嗎 所以你寧願被當做噁心的人 你這篇就在說自己啊 還有一個粉紅啊 在小紅書上說什麼呢 為什麼台灣人在國外見到國人 不說中文 這個國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的意思啊 因為他認為我們是同一個國家 所以他說我們是國人 你去了解一下 夏商周那個年代 國人是叫誰的啊 還有野人叫誰的 你去了解一下 在雨田機場上班兩個月 遇到的台灣人幾乎都不講中文 跟他們講中文 他們就假裝聽不懂 或是在那講英文 這是規定嗎 台灣規定出國旅遊不能講中文嗎 不懂就問 曾好奇 有沒有台灣同胞跟我解釋一下呢 下面有一個人回答說 有一次我在便利店遇到台灣人 我問他們是中國人嗎 他沒有理我 忽然感覺一針冷風飄過 就知道了 他們不想理我 我那時候覺得在國外 聽到中文就特別的親切 想上前打招呼 結果自早沒去 難道一個美國人 今天在歐洲聽到有人講英文 然後說 哇!暖心了 我要問你講英文 你肯定是英國人或美國人 一定是我的祖國 有病啊 你可以試試看 你是華人嗎 因為不是所有人 都喜歡被說是中國人 也有很多人 並不是中國人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也都是講中文 但他們確實不是中國人 因為忽然在海外 聽到說中文就很激動 所以沒想這麼多 就脫口而出啦 你剛剛講了 為什麼台灣人在海外工作 跟別人都講英文 我跟你說齁 兩個台灣人 三個台灣人在一起 就會講中文 甚至講台語 為什麼跟你中國人 不講中文 可能是你有展現出 什麼小粉紅的心態 或是愛講愛國 還是甚至說過 我們都是一家人 所以人家不想跟你有交流 所以人家不想要造成這個困擾 人家不想要 覺得跟你是一家人 不想跟你吃豆腐 人家所以說英文嗎 你不檢討一下 為什麼我們不想跟你當一家人 卻天天想逼迫 人家跟你當一家人 到底要不要檢討 為什麼我們不想跟你當一家人 你很爛 你真的很爛 真的很奇怪 這個明明運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們都懂得 做人的基本道理 放到這個祖國 聖上面前就不懂了 因為人家有槍桿子是吧 氣善怕惡的俗辣 今天的影片到這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的部下 記得一定要幫我放鎖 我是巴奧小姐的 掰 好嗎 好嗎